行政程序法 第三章行政契约 第135条行政契约的容许性 公法上法律关系得以契约设定 变更或消灭之 但依其性质或法规规定不得缔约者 不在此线 第136条地结和解契约之特别要件 行政机关对于行政处分所依据之事实 或法律关系 经依职权调查人不能确定者 为有效达成行政目的 并解决真值得与人民和解 地结行政契约以代替行政处分 第137条双务契约之特别要件 行政机关与人民地结行政契约 互付给付义务者 应符合下列各款之规定 一、契约中应约定人民给付之特定用途 二、人民之给付有助于行政机关执行其职务 三、人民之给付与行政机关之给付应相当 并具有正当合理之关联 行政处分之作成 行政机关无裁量权时 代替该行政处分之行政契约所约定之人民给付 以一第九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得为付款者为限 第一项契约应载明人民给付之特定用途 及仅供该特定用途使用之意志 第一百三十八条 递约前之公告与意见表示 行政契约当事人之一方为人民 依法应以征选或其他竞争方式决定该当事人时 行政机关应事先公告应据之资格及决定之程序 决定前 并应与参与竞争者表示意见之机会 第一百三十九条 递结行政契约之方式 行政契约之递结应以书面为之 但法规另有其他方式之规定者 依其规定 第一百四十条 行政契约之特别生效要件 行政契约依约定内容履行将侵害第三人之权利者 应经该第三人书面之同意 使生效力 行政处分之作成 依法规之规定 并应经其他行政机关之核准 同意或会同办理者 代替该行政处分而递结之行政契约 亦应经该行政机关行政契约之核准 同意或会同办理 使生效力 第141条 行政契约无效之原因 行政契约准用民法规定之结果为无效者 无效 行政契约违反第135条 但书或第138条之规定者 无效 第142条 代替行政处分之行政契约构成 无效原因之特别规定 代替行政处分之行政契约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无效 一 与其内容相同之行政处分为无效者 二 与其内容相同之行政处分 有得撤销之违法原因 并为缔约双方所明之者 三 地结之和解契约 未符合第136条之规定者 四 地结之双物契约 未符合第137条之规定者 第143条 行政契约之一不无效 行政契约之一不无效者 全部无效 但书可认为欠缺该部分 地约双方亦将地结契约者 其他部分仍为有效 第144条 行政机关之指导与协助 行政契约当事人之一方为人民者 行政机关得救相对人契约之履行 依书面约定之方式 为必要之指导或协助 第145条 契约外公权利行使之损失补偿 行政契约当事人之一方为人民者 其缔约后 因缔约机关所属公法人之其他机关 契约关系外行使公权利 至相对人履行契约义务时 显增费用或受其他不可预期之损失者 相对人得向缔约机关请求补偿其损失 但公权利之行使与契约之履行 无直接必要之关联者不在此限 地约机关应就前项请求 以书面并续明理由决定之 第一项补偿之请求 应相对人之有损失时起一年内为之 关于补偿之争议及补偿之金额 相对人有不服者 得向行政法院提起几副诉讼 第146条 行政机关单方调整或终止契约之权利 行政契约当事人之一方为人民者 行政机关为防止或除去对公益之重大危害 得于必要范围内调整契约内容或终止契约 前项之调整或终止 非补偿相对人因此所受之财产上损失 不得为之 第一项之调整或终止 及第二项补偿之决定 应以书面续明理由为之 相对人对第一项之调整 难为旅行者 得以书面续明理由终止契约 相对人对第二项补偿金额不同意时 得向行政法院提起几副诉讼 第147条 行政契约递结后 应有情势重大变更 非当时所得预料 而医员约定显示公平者 当事人之一方得请求他方适当调整契约内容 如不能调整 得终止契约 前项情形 行政契约当事人之一方为人民时 行政机关为维护公益 得与补偿相对人之损失后 命其继续履行员约定之义务 第一项之请求调整或终止 与第二项补偿之决定 应以书面续明理由为之 相对人对第二项补偿金额不同意时 得向行政法院提起给付诉讼 第一百四十八条 自愿接受执行之约定 行政契约约定自愿接受执行时 债务人不为给付时 债权人得以该契约为强制执行之执行民意 前项约定 缔约之一方为中央行政机关时 应经主管院 不或同等级机关之认可 缔约之一方为地方自治团体之行政机关时 应经该地方自治团体行政首长之认可 契约内容涉及委办事项者 并应经委办机关之认可 使身效力 第一项强制执行 准用行政诉讼法有关强制执行之规定 第149条 行政契约准用民法之相关规定 行政契约 本法未规定者准用民法相关之规定 都由于可乐上入口 最竖巩窄